好 教招現在正式宣布說改為一年一次 而且一次要長達十四天 結果有網友在網路上面爆料說 只要是在台積電這種高科技公司來工作 能夠跳過教招 但是台積電否認有這樣子的消息 開始設計 今年漢光演習首度納入後備展力驗證 隨著兩岸情勢日漸緊繃 台灣的後備軍力成為討文交點 而教招的問題也跟著附上台面 一次就是十四天 組織方面我們會成立一個專責的防衛動員署 那部隊方面我們原來有七個後備軍 我們經過這次的改革 我們增加為十二個後備軍 國防部長延德發證實 明年開始教招將從兩年一次改為一年一訓 而且延長為一次教招十四天 頻率變高 天數變長 引發熱議 捍衛我們的國家是每一個人責任 我事實上覺得不只是教招 應該要密集 還要訓練 我甚至主張要像我們金門一樣 早期的民防自衛隊全民皆兵 我是贊成教招一年一次 但是每一次的話兩天或三天就好 教招改制 眾人評價不一 不過實際上多交流的方式百百種 最常見的就是出國神情緩照 不少人質疑 要是沒有配套 就算教招變得密集 恐怕還是存在漏洞 有教招單衝出來就是基本上就是強迫他們不能出國 比較有意義 把這些漏洞補起來 讓每一個在後輩年齡之內的國人 他們有公平的機會 不能說拿得出價單的就可以請假 當時網路上討論最熱烈的事 有網友透露 只要在台積電等高科技產業上班 似乎就能免照 而且似乎有差別待遇 儘管台積電出面否認 但是其實根據國防工業環照機構 實施規定 只要是從事跟國防工業相關的公民營企業 都可以為員工申請免照 後備戰力品升級 國防部端出新方案 但是民眾的配合度才更是關鍵 記者南京發展 台北採訪報導